55岁对新加坡公民和PR来说是一个特别数字 因为年满55岁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第一次从CPF账户里面取钱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数字就是CPF退休金总额 因为这个数字会告诉我们需要为退休存多少钱 和它决定了我们可以从CPF里面取出多少钱 那根据CPF退休总金额的不同呢 当我们年满65岁的时候每个月领取的退休金额也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就从基本退休金额BIS来说 BIS的概念呢它是基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的退休家庭里面的开支来说 那它需要拥有一栋能够让它在95岁时使用的房产 并且呢退休期间不需要支付任何的租金 那么说BIS乘以两倍就会得到全额退休金FIS 那可以提供更高一点的每月支付来应对基本生活开支 同时呢也可以支付任何的租金 BIS乘以四倍就是我们的超强退休金额ERS 试试那些想要在退休期间呀每个月领取更多退休金的人 那达到了基本退休金BIS 全额退休金FIS和超强退休金ERS 分别可以领取多少退休金呢 假设是吧你在2024年年满55岁了 达到了基本退休金BIS的十万两千九百新币 那从65岁开始呀 你每个月可以领取大概900新币的退休金领取终身 而且通过抵押我们的房产 55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取超过BIS的任何金额 那这些金额是来自我们的强制性缴款 像通过退休金补充计划RSTU啊 进入到CPF的缴款呢就不包括在内 如果达到了全额退休金额FIS的二十万五千八百新币的话 那从65岁开始你每个月可以领取大概1670新币的退休金 领取终身 一旦我们达到了FIS 55岁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提取任何超过FIS的金额 比如说2024年你年满55岁了 那CPF的OA和SA里面加起来总共有24万 那2024年全额退休金额是二十万五千八百新币 那我们可以从CPF里面取出来的钱呀 高达三万四千两百新币 也就是用24万减去二十万五千八百新币 在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提到 从2025年1月1号起 超长退休金ERF将提高到基本退休金BIS的4倍 比如说2025年达到了超强退休金 金额为四十二万六千新币 那从65岁开始呀 你每个月可以大概领取3330新币的退休金 领取终身 那超强退休金ERF代表了退休账户RA的上限 和我们CPF Life支付的上限 总的来说 CPF Life只能满足我们的基本退休生活需求 而且能最早只能从65岁开始领取 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能够早早的安排了睡觉也在挣钱的后路 有了足够的被动收入 什么时候退休呀 是你自己说了算 什么延迟退休年龄呀 CPF政策的变化呀 对咱都没影响 所以和我一起行动起来吧 美好的养老生活是需要提前规划出来的 我是和你一起变好变色的周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